在理发店里,剪下的头发都去哪了呢? 虽短发可能会被清理掉,但那些长发却大有用处。 在安徽省太和县,有400多家头发加工厂。 这些加工厂,将各地收来的头发,进行加工,制作成各类假发。 远销欧美,与国内的化纤假发相比,欧美人更喜欢用真人发。 首先试下料环节,即裁剪成假发所需要的长度。 接下来要进行排发,接着试整毛,以便让头发看起来更自然。 然后清洗和消毒。 沥水,用缝刃机对头发进行缝制。 运烫定型。 染色,以满足不同需求。 标价销售。 一段50厘米长的真人发,往往可以卖到4000元以上。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很多地方都会看到,有走街串向收头发的人。